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连续加息11次之后 澳元为什么还会继续下跌 那么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呢 对澳元的走势 应该大家都比较关心 不论你是出国旅游 还是回国探亲 或者呢是需要换汇 付学费或者是买房 大家都会呢 提前了解一下澳元的价格 但是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除了澳洲一个月没有加息以外呢 已经连续加了11次利息的 把澳元的价格呢 从0.1%的汇率提高呢 到现在接近于4%的关口 这就不禁让人纳闷 不是说这利息越高 澳元理论上汇率也会越高吗 那怎么到现在都快要到4%的利率 澳元的价格不但没有上涨 反而和美元或者和人民币的价格 还越来越低了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澳元的 走势啊 其实从2022年初 当时和美元汇率在0.76 下跌呢 到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只有0.61 又从10月份的0.61 反弹到今年的0.71 接着又从今年的0.71 到目前的0.65 这上下的变化呢 也太大了是吧 其实呢 如果我们把那几个时间点 重新给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就不难理解 它背后的原因了 如今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在很多年之前呢 只要我跟大家分析的澳元走势 一定离不开三句话 也就是我经常会说到的 影响澳元走势最大的三个因素 分别是 一 铁矿石的价格 二 中国经济的表现 和三 美元自己的强弱 那么今天我们再回到 澳元走势上面这个图形上 过去两年中 两次大的趋势 依然没有摆脱 上面的三个原因 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话呢 2022年的3月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就是当时中国 上海全面爆发疫情的时候 澳元呢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下跌 一直跌到那2022年的10月 当时全国主要城市 几乎已经没有办法 做到清零了 最终在2022年的11月 是全面放开 虽然那个时候 病例是突然激增 但是在23年初春节之后呢 是终于度过了第一次高峰 而澳元的反弹 也就是从全面放开开始 一直到呢 第一波结束 但是为什么第一波都结束了 反而澳元开始下跌了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中国经济的报复性反弹 并没有市场预期来的强烈 的确是有消费 的确是有旅游 的确是有反弹 但是都低于了大家的预期 而且呢不断发布的 目前是低于了预期的经济数据 又间接的使得原本投资者 对于未来可能中国需要用到更多资源 产生的担忧 进而进一步压低了铁矿石的价格走势 那么从下面我们放入的图形中 大家不难看出 在过去半年 国际铁矿石价格也从最高峰的 接近于900人民币一吨 下跌至呢 如今不到680人民币一吨 跌幅是超过了25%以上 而除了铁矿石和中国经济因素 对于澳元产生了负面影响之外 第三个因素 美元自身 在过去几个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当时一度美国的通胀数据是出现了下跌 大家纷纷觉得 可能这一轮美国的加息即将结束 美国可能就不用再加息了 所以美元那个时候就开始下跌了 可惜好景不长 在短暂停留了几个月之后 美国的物价数据再次上涨 那个时候美联储毫不犹豫地 再次启动了加息 并且呢 给出了明确的目标 如果物价没有办法得到控制 那么美国的加息是不会停的 这也直接导致 原本已经走弱的美元 是再一次重新抬头 把其他的非美货币呢 重新打压下去 大家要说呢 澳元不是已经加了11次了吗 难道还不够吗 他还真的就不够 我们先别说跟美国英国加拿大比了 就算澳洲跟自己旁边的小兄弟新西兰比 澳洲目前的央行利率 也是低于了新西兰的央行利率 所以当所有人都在加息的时候呢 澳洲这11次的连续加息 其实还并没有美国7次加息所来的猛 我们知道澳洲一次加呢 都是加0.25% 但是美国一开始上就是上的是0.75 之后又来了几次 0.5% 就直接是上的是猛药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呢 铁矿石价格中国经济和美元自己的表现 就是影响澳元走势最大的三个因素 而前两个因素呢 又有着非常解密的联系 因此不得不说 中国的经济表现和澳洲 虽然不能说是完全一比一的关系 但至少也会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那么澳洲在这关系中 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 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素呢 就是我们反复说到的 人口控制 也就是移民数量的控制 那么在上集中呢 我们说到房价的时候提到 虽然澳洲现在呢 还在连续加息 但是依靠着今年和明年 一共有70万新移民 这个巨大的数据 澳洲的房地产市场 也得到提前的反弹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房地产会因为70万人 而获利丰厚 那么现在连续下跌的澳元 会不会也因为70万人的到来 而出现改变呢 答案是会有影响 但是不会很大 为啥呢 我们不妨用过去6个月的数据来举例 我们知道从今年1月到现在 一共有超过20万新移民登陆澳洲 而且很多呢 都是在过去3年疫情以来 一直被延误了很久的 这些人大部分都已经准备了很久 而且呢 也都是相当有资金实力的 那么这20万人来澳洲登陆之前 一定会需要换澳元 所以我们看到呢 但是从澳元的走势上来看 澳元并没有因为这20万人需要换汇 而出现反弹 有没有 也许有 但是还是因为铁矿石的下跌 而被全部盖住 所以说 如果下半年 铁矿石价格和中国经济数据 依然不理想的话 那么剩下的20万人 以及明年的30万新移民 所能带来的对于澳元的需求 也没有办法改变整一个大环境 推动的澳元下跌 说了这么多年 还是那三句话 再重复一次 影响澳元三大因素分别是 铁矿石价格 中国经济的表现 和美元自己的强弱 那么如果您对于澳元 以及相关产品有关心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的产品 比如说有澳元对美元 比如说有澳洲指数 比如说有美元指数 比如说澳元对人民币 这几类产品都和澳元走势 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关心我们节目 喜欢我们节目 不妨三连关注 我是Mike 下期节目再见